中国旅业昨天宣布 他们会全数动用澳洲利陀新股的认股权 当中要动用152亿的美金 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来自内地银行的贷款 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别墅的 尤其是现在利陀对于全球铁矿石的供应 兼了全球大部分市场的供应 对于这方面的定价权我相信有非常的大 所以我相信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动作是别墅的 但是短期之内由于它现在动用解释认股权当中的基金 大部分是来自银行贷款 而令得到现在中国旅业他们的负债比率 有大幅伤性的一个现象出现 可能如果短期之内 如果全球在大众商品造一的价格还没有这个回升的一个 迹象出现来的话 可能短期之内对于利陀的一个股价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相对之下可能投资者会忧虑 中国旅业会不会受到利陀股价低迷的影响而造成一个财务的压力 所以短期之内我觉得投资者对于这个销事来说不要看得费过分的乐观比较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